那其实这次呢 其实也只有几个问题嘛 因为我尽量翻成白后啊 因为下面有些 有些这个同仁呢 可能对这个制度 不是你们理解 所以我们要谈的 就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 我们需要紧急仲裁 第二个是什么 是紧急仲裁程序 它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 假设我真的采取这个 紧急仲裁之后呢 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然后最后再讲说 紧急仲裁 现在这个制度 可能有哪些 需要感性的地方 那一开始就想 有程序紧急仲裁程序 是必要的系 那为什么 我们需要紧急仲裁 因为以前没有 紧急仲裁的时候 你在进行仲裁程序 你有导全的需要 你唯一的做法就两个 第一个像仲裁 刚才我们的那个 赵律师有不乱跟他讲 Seed 还有黄律师讲 Seed的不是真的 Hearing play 就是像仲裁地的法院 申请暂时性措施 那比如说像 如果我们可以像 你国内来比你的话 是假扣要处备 或暂停 是你暂时送还处备 或者是你等到 仲裁亭成立之后 请求仲裁亭 自己来做暂时性措施 那这个 这两个有什么差异呢 因为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图表现就很清楚 如果我们一般 我们有诉讼程序 就直接请法院 做暂时性措施 然后就一直等他诉讼进行 你就一直 只做过暂时性措施就好了 然后或者是你等 仲裁亭成立之后 你才可以做 那所以在仲裁亭成立之前 那这一块是一个空白 就是它是空白要怎么补 那以前的做法是 你跟法院走法院那一块 然后再回来仲裁 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你明明要走仲裁 你却还要 你却因为仲裁亭组成之前 你来不及保全它 所以你要跑法院一次 似乎有点不大合理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为了要这个 改善这样的问题呢 所以我们就想到说 那不如就把那一块补起来了 而且其实仲裁亭成立就是比较快 然后还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其实当事人 可能对外国法院不是那么信赖 因为我本来就不想用外国法院了 你又叫我说 我仲裁仲裁之前 你要做仲裁程序的时候 你要跑回去法院做一次 这样也是非常奇怪的 然后呢 这个是为什么要做仲裁 要做仲裁 那其实那我们来看说 一般来讲 我们到仲裁仲裁的时候 我们大概在要考虑什么点 第一个是大家都会讲说 irritable harm 就不可恢复的损害 然后再来是要有紧急性 然后再来其实就有争议 事下你至少要 可能要有一点的初步证据 你没有到 没有到本案那么的强的证明 但是你要稍微的证明一下说 这个戏争事件呢 我有可能是对的 然后呢 然后你再去跟这个 仲裁仲裁人说明去申请 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图表 就是说我们有补起来的话 就找这个样子 这样的清楚 那所以你就等于 这样子的仲裁程序 就紧急救济这一块 它跟法院保障范围是一样的 不管是提仲裁前 或者是提仲裁后 你都有机会走这个 来走这一套仲裁程序 来保全你的权利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说 仲裁程序的概况是怎么样 刚才几位律师都有提到 说过这是一个新的制度 现在最早是 2006年ICDR的 就是美国仲裁协会 有一个国际重裁解决中心 那时候第一次 他把这个制度引进来 之后2010年 然后就开始是德格尔摩 一二一三一十一五 你可以发现说 在这五年中间呢 其实马上很多重裁机构 是一个超一个的 本来是一个比较小的制度 现在是几乎几个重要的 尤其是ICC 重要的ICC 国际上会 它2012年引进之后 就变成这个制度 几乎可以想说 应该变成是 从非主流变成主流了吧 几个大的重裁机构 都都采了 比如说CTA 最近也都纳入了 那我们来很简单的 因为时间很关键 非常简短的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以ICC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ICC的重裁规则 里面呢 对于这个紧急重裁的内容 它有什么样的规定 但每个重裁机 可能或多或少都不一样 可是ICC其实是一个 比较就是 我觉得是 大家共通性比较强一点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来先看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 什么时候可以去申请 第一个是在 重裁机成立之前 可以向 请你紧急重裁 申请这个重裁 就是紧急重裁 因为我很难翻 中文非常难翻 叫order 后来我们就想半天 就想这个制作 紧急重裁 秘密好了 然后但是呢 其实这个东西 跟一般的这个 你想的保险吧 因为保险程序 也不大一样 然后因为它有 它有适用范围的限制 它的只能限于 这个你的对象 你的申请对象 是你的对照 你不能去预约 你不能去对这个 宿外人 这个重裁程序 以外的第三人 这个去申请 再来是说 在2012年以前 在这个 在这个新的规则 出现之前的 重裁协议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用 然后它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是在 最近新的 最近比较晚一点 2012年以后 签署的重裁协议呢 除非你有去讲 说我要 我要去排除 如果你没有去讲说 我在重裁协议 没有去排除 但是你又去选 ICC来当成你的 重裁机构的时候 那就是你 当然就会 可以使用 这个经级重裁 好 那这个 那进行 重裁之后 那假设我 完全通过 它的审查之后 我拿到这个 重裁 请重裁令之后 我可以 这个进行重裁 你可以干嘛 第一个是说 对于对方 就是对照 就是你要扣押 或是你要 家属份 假扣押 保全 现状的这个 这个对照 应该要遵守 然后呢 然后这个 大家想说 那如果他不遵守 怎么办 对照如果不遵守 怎么办 我可以打他吗 也不行 然后我有什么样 强制的方式吗 我们就执行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讲 那我们假设 先把这个外 先按下布表的话 那对于对照而言 它有什么样的效力 其实想当然了 就是对照 身为这个 重裁契约的一部分 他应该对于 相关程序的内容 他必须应该有 同意 应该同意遵守 所以你可以看见说 比如说像这个 在下来他就 比如我们在 就是像这里就有讲说 不遵守 紧急重裁 命令的事宜 是重裁品的处理 那就说 如果你不遵守 紧急重裁令 然后所造成的准施 那我可以在 之后的重裁品里面 我去在这个里面 其实主张说 不好意思 造成准害性 一定的处理 这个是就是 用自力执行的部分 那比较理想的状态 当然是法院执行 那法院执行 有它的 有它的就是 一定的前提要件 然后还有第二点 就是说 他一个第二个说 他其实 下了这个裁决 紧急重裁令 其实是不是终局了 好像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后来 等到进行 本案重裁的时候 这重裁品 也可以去修改 这个紧急重裁令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它跟一般的重裁判断 似乎有一些些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 执行 我们在进行重裁的中间 其实我们也可以下 暂时性措施 我们那个 intering measure 我们下暂时性措施 那它这个性质 可能跟所谓紧急重裁令 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又会有一点点的差异 那我们来看说 那你如果你要分析紧急 重裁令的时候 你要写什么 这下面是资讯 争议 然后为什么要提出 这个 要提出程序 然后这下面这些规定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其实在手册里面都有 大家可以回去这个参照 然后如果 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用 是因为如果说呢 当这个重裁机构 收到了这个申请的时候 它会很快地去 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然后我们看到好几个 就是统计一下说 真的去执行这个 请重裁令的案件 它大概多久可以处理完 算一算 其实两个礼拜都会下来 就是我们 我看一看 就是文献里面讲说 这当然是confidential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文献出来 每个重裁机构 就是目前为止 都案数不是那么多 可是你去看它每一个案子 大概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就会下来 所以其实是蛮快的 蛮快的 因为有的 有的案子 甚至三天就下来 我们看到有的是 三天就下来 其实还真的是相对之下 的确是蛮迅速的 然后这个 紧急重裁令 紧急重裁人的选择 因为你可以看到 有每个重裁机构 对于这个选择的时间 就是它有没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几天之内 把这个紧急重裁人 选出来给你 然后怎么去省它 然后怎么去 让它这个程序更快速 其实每一个 你可以发现 ACC里面 大家有比较细部的规定 然后时间关系 都能跳过 那所以我们现在 很简短的来看一下说 这个重裁机构 我会像ACC 然后Ciak 就是新加坡 就是新加坡 协会AA 香港的 然后伦敦的 这几家 其实你都可以发现 它都已经把 紧急重裁制度引进了 然后你可以发现说 其他的这个 申请的前提 药件其实都还蛮 类似的 然后它的决定的行 是有用 重裁令 或者是用 救济 或者是用 用重裁判断 的字眼 通通都不一样 有的都是 就是它在里面 写的方式 会有所差 大家想说 那写的方式的不同 会有什么影响吗 的确是会有 因为我们再回来 讨论说 在法院要不要执行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这些 字用字的不同 来判定说 它是不是 所谓已经被承认 已经被承认 约公司承认需要 执行的重裁判断 那像这个 像这个是 这是执行机制 就是如果说 我下了路台令之后 我要怎么确保 对方的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执行的部分 也都是 也都是 就是私立救急的部分 而不是去要求 法院执行 那我们就说 决定时间的限制 其实它都有限 然后很多时候 它的时间 甚至比 这上面表定的 十几天还快 有个三天五天 可能 我还看过新加坡 中海协会非常认真 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傍晚发个 这个申请书给你 明天你的 紧急仲裁人就下来了 然后过三天 你的这个 紧急仲裁力 又下来了 所以其实相当的快 然后 然后紧急仲裁人 跟本案的仲裁人 其实是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仲裁机构 都说 仲裁规则都说不行 就是你当的 紧急仲裁人 你就不要想当 本案仲裁人了 所以有些比较阴谋论的 就说 因为当本案仲裁人 可以赚的比较多 所以我不要当 紧急仲裁人 因为像 紧急仲裁 可能只能 社服三五天 然后我的这个 本案仲裁人 可以用比较久 那当然这个是 玩笑话啦 然后这是这个 做成决定的 判断标准 我们会看到 每个规则写的是 不大一样的 有宽言不一 有的时候 它是写的很general 有的时候 它会去写一个 比较明确 比如说像AA 它就写 立即 然后不可回复的损害 然后就 假设这个 如果没有这个 紧急的救济 一定就会发生 所以每个写的不一样 像ICC 就写的比较general 你可以 它只有说 Urgency 什么叫紧急 不知道 所以要 依赖这个 仲裁人的判断 然后呢 这个决定撤销定 跟无效动 就是假设你对这个 紧急仲裁的内容 有所争议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其实原则上 我们都会 等本案仲裁的时候 再 再一并处理 一并处理 那我们再来看说 我们来看 中国仲裁法 对你仲裁程序的规范 为什么要去讲这个 因为刚才我们就说 假设你没有办法 靠就是私利救济 就是你 比如说你用 之后那种本案的方式 再去要求说 你的对照要 遵守 进行仲裁程序 那你想的方式就是 我要拜托法院去帮忙 就是法院介入 法院待执行 那法院为什么要执行 那所以法院执行的时候 它必须有一定的法律规范 第一个就是看 每个国家的 国内法的规定 或者是仲裁法 对于 进行仲裁 有什么样的认知 有什么样的规范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看法院的规定 那所以说法院的 就是practice 不是法院的规定 那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说 其实目前直接承认说 可以去执行 这个紧急仲裁令的 只有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的这个仲裁法 当事人执行 所以 我